早 朋友们 三十九点多 三点多睡个我早上七点多就行了 但是我就觉得我时差真的好严重 所以我们就再睡一会儿吧 然后我想要去吃个早饭 因为再不去的话这个早餐就没有 来 感觉好像文算还挺的 春生春末呀 妈是在饶我的身体就是我的 墨西哥面包 我以为就是个Coffee brand 结果里面还有Coster 好醉了 我打算呢今天可能大份时间 就在酒店待一待了 因为还蛮多事情要做的 就是我要先剪我的那个Road to JJ Real 我一般情况下都会在演唱会开始之前 发出去 为什么呢因为Road to JJ20 这个hashtag呢 那就是要JJ20开场前 开始前我们就要发出去 但是没办法 昨天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是Standing Egg的Little Star 因为我觉得它很能表达我的心情 我这次来的心境 然后我一直也都很喜欢这首歌和它的歌词 但是Instagram不给我用 而且在我把它剪好发出去之后 才跟我讲不能用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我今天又要重新再剪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需要换一首歌嘛 然后换一首歌 我现在还在想用哪一首 就是最能代表我的心情 最能代表我想表达的东西 然后我每次剪视频 会跟着那个歌不一样 然后我的flow也不一样 用footage也不一样 因为就是每一首歌给人的感觉 和那个视频的结合 就是也都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一种感觉 然后视频剪完之后呢 我还要弄一下volunteer的事情 还有我跟另一个朋友 我们俩想弄了一个small business 就是视频的东西 然后因为快上线了 所以要很多要讨论 要bringstorm 然后还要就是敲定的方案啊 一些细节这些东西 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It's either now or never 所以就是今年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然后是还要提升一下速度 yeah 然后呢 我还要写作业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写完作业 把这些事情全部弄完之后呢 可能就出去逛一逛喝喝咖啡吧 然后我觉得我这次来香港特别不一样 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是十年前的时候 那是我15岁 然后我那个时候来香港 我觉得就是来看一看 就是来逛街 然后就很神奇 因为我这次又是住在尖沙嘴 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 也就是逛海港城 就觉得哇这个也想买 那个也想买 好多好多想买的东西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太年轻 yeah 然后现在来昨天就是打车 从机场路过海港城这里的时候 我就看见哇那么多人 然后那个sign 每个牌子的sign都那么大 我觉得就是会给我一种视觉冲击 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头晕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就是有时差啊还是怎么的 反正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跟以前的心境很不一样 心态很不一样 就以前我什么东西都要抓得很紧 就比如说去一个地方玩 哇我玩完全要按照我的schedule来 然后我就会提前research很多很多 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嗯我反而更喜欢这种随遇而安的行程 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在街上走着走着 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店 然后遇到什么人 我觉得反而这样就是让我更轻松更快乐一点吧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也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比较随意比较看开 然后没有那么大的expectation吧 不过我有想起来还是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做的 就是要去太平山上看夜景 这个呢是我上次来的一个遗憾 但其实说实话这一次如果不去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就是总有下次 但这句话说的好像这也不对 因为you never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the next second in your life you know 好了我要去忙了 拜拜 我刚刚剪完视频 然后发现外面下了好大的雨啊 天哪 希望天使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可以顺利 我现在要出门去演唱会那个门口了 但是我不去看演唱会 我是去跟国内的一个粉丝朋友见面 拿我的那个smg的衣服 然后他人真的超级好 因为我的那个卡不是被atm吞了吗 然后我没有办法去现金换港币 然后他帮我换了一点 所以我现在要去见他出门了 也不知道冷不冷外面都是一二百 我现在走在路上真的感觉很像梦游 就是还没有醒好难受 有没有觉得这种雨天雾蒙蒙才比较有感觉呢 反正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在等路 这种感觉 这是我的日常的感觉 我现在应该已经在摩天伦 现在应该已经在台湾了 他们说我一定是在台湾 他们说我一定是在台湾 我一定是在台湾 我一定是在太小了 我觉得看到摩天伦呢 就会让我想到伦敦 那我会去伦敦吗 我也不知道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刚找国内的粉丝朋友拿到我的衣服 所以我现在有两件SMG的卫衣 然后还有一件T恤 背后呢就是尖沙嘴 让我今天在这边留待留待吧 然后再回去 朋友们我懂了 我找到了就是场外观众的区域 就是这里 这里大家还可以就是挡绿 哇哦 好厉害哦大家 但是我觉得那我在对岸也可以看 天哪大家 so well prepared oh my goodness 为什么这边喜欢朗亭呢 为什么这边喜欢朗亭呢 因为朗亭的细节真的做得很好 就连这个伞都是打开 头顶就有玫瑰 真的坐哪儿都能听到 坐 我写个 挺太帅 哇哦这个人 外场真的很多观众 ok我们外场视察的也差不多了 呃演唱会也快开始了 我要回尖沙嘴了 goodbye 我要去吃个饭 买我自己的事情 演出加油 哇大家都好会找位置哦 哇哦 厉害了厉害了 这是外场的第二分会场 我手里的硬币刚刚好 给我买一张票 耶 然后这个船又刚刚好要开 耶 我手里的事 们可能不过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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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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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